记者李中宪、陈玉、台中报道台中大甲镇蓝宫妈祖将于7日深夜10点零分起驾绕境,2020年适逢总统大选年,不少有意参选总统的政治人物也陆续来参拜。 前新北市长朱立伦下午4点多抵达,边途有不少民众高喊总统好,朱也露出微笑回应,朱说,除了参拜,还要陪着妈祖走5天,追求人民平安健康快乐。 前新北市长要陪同大甲妈走到嘉义新港奉天宫。 图、记者陈玉、摄影中心社、夏同朱立伦说,自己跟大家一样都是信徒,要陪着妈祖走到嘉义新港奉天宫,希望在这个过程中,所有信众都能够平安健康快乐。 台湾风调雨顺,国泰民安,朱也说,大甲妈已是世界三大重要宗教活动之一,全台湾这段时间信徒满天下,祈求得到妈祖保佑。 对于外赚蔡总统无法跟同党同志做辩论,赖说,一切尊重党的机制。 朱立伦刚走,前行政院长赖清德,台北市长柯文哲陆续到场,三人亡不见亡。 赖清德表示,特别在妈祖绕境前来参拜,未来是寇谢圣恩,感谢妈祖婆坐镇大甲来保佑大家。 二,来要感谢董事长颜青雕,副董事长郑明昆让大甲妈绕境成为全世界三大重要宗教活动之一。 媒体也提问赖如果跟柯见面会不会打招呼,赖笑说,当然会打招呼。 另外,外赚蔡英文总统说无法跟同党同志做辩论,赖回,一切尊重党的机制,相信党主席卓荣泰会有最好的安排。 柯文哲前来参拜,说自己是来还愿的,并没有跟前面参拜的赖清德碰到面。 赖清德前脚刚走,柯文哲就到场参拜,言清雕至此表示,五年前柯曾参加大甲妈绕境走九天。 这次有心想参加全程却遇到议会开议,需要切时间回去议会,言笑称,妈祖都知道。 柯文哲至此时说,我今天是来还愿的,谢谢在场善男信女,祝福大家绕境之旅平安顺利,随后立即离去,前往大甲玉真心受访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